如果你人在大阪,你又是个 JDM 车迷的话 这个地方你一定要来,不来你就浪费了 走我们看这样里面有什么东西 首先我发现这家店的老板他们特别喜欢 RX-7 我算了全部有四辆 有三辆FT跟一辆FT 然后那边还有一辆AMEMIA的改装的 RX-7 它的马力350P 然后剩下的就比较原装一点 这个就是这个 RX-7FT 这个时候呢,它是采用这个1.3公升的转直引擎 因为它的引擎很小 可是它加了Turbo-Go和马力很大 他们那时候有一个君子协议啦 就是马力可以到276HP 加上Engine小车轻 这辆车的重量大概是1000公斤到1100公斤左右 所以很多车主表示这辆车架起来操控的很好 配重的很好 而且车子非常的轻 完全就是那个年代 JDM 的精髓 然后这个就是很多朋友叫飞机的 Silvia 这个是 S15 啦 就是漂移神车 我也知道我的朋友手上也是有一台我忘记是 S5 还是 S4 同样的他讲他哪里玩金卡纳 玩到也是非常的爽 然后这个就是那个 RX-7 的 FC 这辆车同样也是 1.3公斤的转值引擎 也是 276HP 一样 两辆车的操控表现都是很好 而且跟你讲哦 现在马来西亚你要找到江源装的 R7 其实很难了 就算你找得到的话 那个价钱也是飞点了 然后看到吗 这辆辆 这辆辆应该是很多人心目中的车 这个是前期跟后期的 AE86 不过比较可惜的是啦 这辆辆车都是 Auto 的 Full Speed Auto 因为这里他们是有一个租车 Service 所以他们这个车他们就是放这个 Auto 可以可能方便一般的人家啦 你可以租三个小时到一天 它的价钱大概从如果马币的话 大概是六百块到一千一百块之后 其实不会贵的 如果大家是真的很喜欢 JDM 的车子啊 就可以来这边租车去驾驾 不过提醒大家啊 那个 International License 要准备好 然后记得驾人家的车也要小心一点啦 然后看这个 Engine 其实不管是前期还是后期的 AE86 它配的都是这个 Silver Top 的那个 4A GE Engine 16 Wast 的 这个马力表现是没有很出色啦 大家就是把它当辆普通车开就好 不要以为真的是脱海这样可以去飘移啦 不过呢 这辆车的原装它的 Condition 真的是很好 而且他们也黏了这个 横圆东附电的 Logo 下去 就很有那个味道 就是可惜它是 Auto 啦 讲到 JDM 哪里可以没有这辆车 这辆车是 Honda Merger 第一辆带进马来西亚的 Type R 那时候我记得好像只有 100 多两到 200 两多哟 199,000 最后一代的自然进气 Type R 2.0 公升 这个也是配个六速的手牌啦 现在这个价钱其实也是很赢价 如果大家有留意二手市场的话 它的价格好像还是要百二百三千 然后这个是 GC8 的 In-Pisa STI 这辆车就是 WRC 战程 我相信当时应该很多朋友会喜欢这辆车 因为我小时候其实看蛮多人都把那辆车当成他们的 Dream Car 然后它的这个双门设计真的是很帅 这种就是谢绝叶母车啦 就是你的后面要做人是有点辛苦的 然后你要 Modern 一点的车还有 Miata 就是这个 MX-5 就这辆车讲真的也是很好价的 我驾过很多轮 它的这个操控表现是真的一流 而且重点是它真的是随心作意 你要做什么它都做得到 还有一点就是它的这个后轮驱动其实很好玩一下 它的屁股一直会摇的 就是给你那种蠢蠢欲动的感觉 你真的是油门深一点 它就给你甩屁股了 那个感觉是真的很难形容 然后这辆车 马来西亚朋友应该很熟悉啦 这辆车是真正的 Miragino 很多人买 Kelisa 就是把它改成 Miragino 不过你改成 Miragino 会被抓的啊跟你讲 这辆车是没有租的 这个是他们自己员工的车来的 不过他们摆在这边给大家看 因为这辆车就算在日本都好 都是一个比较少见的车子 不过这辆也没有改啦 我该问他是不是 Turbo 他讲不是 因为他们自己驾的车 所以他们还是维持原装的设定 可是不得不讲了 就是 Miragino 是真的很好看一下的 喜欢这辆车要给他一个 Like 然后这个也是一辆 这个 RX-7 其实他们的车真的是 Condition 真的是步道很好 一点点的 Storm Chip 都没有 我刚才看到那个车我真的是 有时候真的是 你这不得不配国用日本人喜欢车的 他们真的把车顾到很好 然后这个经典的跳灯 可是现在因为安全法规 这个跳灯是很难在新一代的车子上面看到 除了 Masa 刚刚公布的这个概念车 有跳灯之外 新车基本上没有 不过我相信那辆概念车如果真的亮差的话 应该也是看不到了 然后最后就是这里 这两辆车 这个概念 讲的那一辆改装过的 RX-7 它的 Onville 马力 350 匹 这辆车加上它轻量化 我相信它出去可以打包很多现代化的跑车 然后你可以看到他们的改装是真的很有特席的 整辆车的感觉 你不会觉得它很夸张 就是刚刚好 然后我最喜欢它那个尾翼 那个尾翼真的是大到你不会觉得它很 阿明 是不是刚刚好 然后在旁边的这辆车身带一点紫色的 这个就是东营战程 R34 RB26 Engine 2.6公升的Engine 可是它是一个后轮驱动 加上这个Ovil Ride系统 所以这辆车当时也是很多人心目中的Rincar 我的朋友他家里也是有熟一点 据说有人开400千给他买他都不卖 因为他那辆车真的condition非常非常的美 理数也很低 基本上他们自己都不驾就是拿来收场而已 然后最后一辆要带大家看的就是这个 直线加速王牛魔王 这辆车配备的是一代名机2JZ 它的外号叫2JJ啦 3.0公升直列六缸后轮驱动 然后因为它的Engine Block是用这个生铁做的 就是我们讲的铁柱Engine啊它的block 所以它可以顶很大的马力 我看过有人把它改到1000匹 他们讲基本上都没有问题 这个block也不需要特别去改装 然后大家可以去YouTube搜索一下这个 A80的Supra它的0到100加速 还有这个跑零四的时候 那个效果是多么的强 所以这种就是以前JDM带来的魅力 如果是讲你真的有机会来到Osaka的话啦 这个地方你真的要来看一下 因为这辆车真的是 你附加里看了都会很爽 是不是? OK啦 这边就是我们今天这一期影片的内容啦 记得这边是MrHero Studio 如果有机会的话真的要来看一下 他们有Insta 有网站哦 你们可以先上网去Check一Check 然后他们议业时间一下 好啦 接下来我们去看其他的东西了 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为止 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分享一下啊 atories crews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